看看新闻榜 原言是缘分天注定 爱谁我决定 你决定 但你要拜奔驰的 这五星什么意思 这颗星的话 它仿佛象征着就是天上的繁星 一样的永恒 同时也代表着我的爱 只对你心有独钟 这星背后这什么图案 光芒 这个是光芒 就是永远照耀我们 就是永恒的光芒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画光芒 真的 这光芒是一顺边的 有什么才艺给女嘉宾展示 唱一段歌吧 谢谢 其实歌选的特好心有独钟 但是我就特别想知道 究竟对谁独钟 来 72票一步台中 好 一首《心有独钟》 究竟心中想的是谁呢 请在安检器上 做出选择你的新衣女生是 12个女生 是这位 是她的新衣女生 好 你再选出一个 这12个女生当中 你看着好像没什么 演员的那个人 就是你不太新衣的 知道后脑上长眼睛的各位 全都知道了 那就由你开始 说说对她的第一印象 我看到你选我最无心仪了 你自己说话 那些汗都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想说那个 刚才妮妮姐说嘛 你那个光芒画得不对 下次画往往的时候 记得不要画星星 流星的光芒只是一瞬间的 下次要画太阳 太阳的光芒是有恒的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长得很有明星脸 她的眼睛长得特像陈小冬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觉得她长得像王杰 有点吧 王杰 对 有那么点感觉 虽然我不喜欢眼睛太大的男生 但不得不说 他真的长得好帅 而且其实我觉得 他长得不像王杰 他长得特别像那个 韩国的张东健 我觉得特别特别像 这会儿已经出现三个明星 三张脸了 第四张脸 我发现你长得 有点像缩小版的 以前谁能百里挑衣 上面的那个马吉亮的脸 有点 四个了 我一开始看到你 我也觉得你长得像王杰 和张洪亮的结合版 但是反正就是这几个演员 综合特点就是 长得挺眉清目秀 但又很有男人味道 她已经像六张脸了 我们等一下 我们刚刚又研究 发现她长得特别像齐翰 有没有 我觉得齐翰帅点 有点像 八张脸了 谢谢各位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通过VCR认识 在你们眼中 一连串的帅哥的名字 背后的这个小伙子 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大家好 我叫朱月宗 今年28岁 来自上海 我在公司担任的是 销售主管工作 我们团队在公司 销售业绩中 一直是第一名 最多一个月 销售了200台 在我小时候 父母就去了日本工作 为了见他们 每年都会去一次日本 从小跟我爷爷奶奶 一直长大 那性格呢 是比较独立 爱交朋友 喜欢和朋友吃饭 打篮球唱歌 每年也会去不同的地方 旅行几次 现在在上海了 跟我妈妈一起生活 也经常会去照顾我奶奶 希望我长的那个女孩 有点小个性 但是必须要温柔 善良 善解人意 希望通过这次节目 让我找到一个爱我的人 和我爱的人 朱月宗为人谦虚好学 平时工作非常努力 我们作为经理的 包括其他两个领导 都蛮看好朱月宗的 嗨 各位女嘉宾 大家好 中中是我们的领导 也是我们的一个好好的周伙伴 上班的时候非常认真 非常敬恳 但是呢 朱月宗他在下班之后 和在工作中 就是两个人 他在平时的生活中 都是玩得非常非常的汗 有时候呢 他走路想到 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他都能给害到 自己给跳舞出来 朱月宗可会照顾小姑娘 各位女嘉宾可要小心看准了 中中人生很短暂 不薄不精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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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放开复刻牌 看看还有哪些内容 是新加坡的 2ICC学院大专 现在做奔驰的销售顾问 年薪12万 好单亲家庭 其实我爸妈他们就是 也在这一年里面 刚刚不好 以前一直在一起的 我们也尊重我们的这个父母 他们也有他们这个婚练的 自由选择权利 热爱汽车行业 希望做到销售总监 这个当销售总监 是不是这个收入 会比现在当一个销售工要挣 要过得多 那就说你热爱一个行业 做到后面 其实并不是金钱 用金钱来衡量的 因为你热爱这方工作嘛 你就要去 一直把它做到最好 你卖这个奔驰车 卖了多少年 接近两年吧 两年 谈过姐弟恋 分手以后呢 被前女友纠缠不清 他又回来找你 他会回来找我 但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可能 两个人没有可能在一起 所以就下狠心 就必须要分掉 自己认为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 希望以结婚为前提进行交往 是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一年到两年吧 差不多 大帅哥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卖跑车型的奔驰对吧 那像你刚刚说了 卖这个东西有分高矮胖瘦 那是不是奔驰的越野车 就是我这种体态的人去卖呢 作为一个销售顾问 你帮妞妞推荐一款车型是吧 我觉得跑车很适合你 真的 我觉得坦克最适合我 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新款的SLK嘛 看上去很小 但是里面的空间可以 姚明都能做进去 人家姚明是高 我是夸 SLK就是那样的说 我还是喜欢坦克 我改天帮你造一辆崩子的坦克 男嘉宾你好 首先你的第四块题板上有写到 希望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 我个人是比较欣赏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 说出这样话的男生是比较有责任心的 有点文采的 然后就是 有点 就比较善解人意的 真近了 肯定不是你了 文采这两个字在你身上画不到边 对 这个 我是食用派的对 就会做菜你有可能的 对 能采你就安排 我是贤其良母型的那种 这个我也喜欢的 做菜我也喜欢的 我也想起了 我妈咪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也变成妈咪了 子萱的病传到你这了 借用一下 你向来不都张爱玲说 上次比较说吗 今天怎么妈咪说了 但我妈真的就说了嘛 她说女孩子说一千次分手都是假的 目的是让男生更爱她 可是男人说一次分手就是真的 原因就是她绝情了 所以你是一个很绝情的人吗 或者是你平时是一个很冷淡的人 对感情比较冷淡的一个人吗 我是一个外表看上去冷漠 因为不认识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很冷漠 其实我内心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热的 很热的把你融化 可是今天大家为什么一直觉得你 不是很嗨很冷静 就是你表现出来的一切的这种 言谈举止 让大家觉得你是个很冷静的人 其实我觉得她不用说 因为我觉得她自己想要知道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一个人的真心是最重要的 最后希望你用一颗真心对她 就是你总结了一下 提示我应该说该投票了 是吧 好 来 请投票 3 2 1 3 2 1 好 你有机会了解女孩子 那么你想了解几号 9号的 请问什么问题 你喜欢小动物吗 我喜欢并且我家里现在有一只泰迪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嗯 兴趣爱好比较多 嗯 不是属于宅女那一型的 嗯 可能更多的时候 喜欢跟朋友聚一下吧 你跟你男朋友如果说发生矛盾 那你会怎么去处理 我事后会去认错 但是可能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会倦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 目前有两张不可牌为你翻开 所以呢你可以提出两个 对女孩子的基本要求 你的第一个要求告诉大家 不喜欢小动物的请翻牌 我特别怕动物 就是比如那种小兔子 狗 猫 我都害怕 我觉得跟猫的眼神对上 特恐怖 特甚 然后一些狗走到我面前 我就是躲过去的 我怕它们的毛 嗯 跟子萱一样 第二个要求 男女双方如果吵架的话 会以冷暴力的方式的话 就是请翻牌 就是会冷战的请翻牌 对 冷战 没有吧 我真的发现 天真挺有耐心的 真的 有请 为什么刘牌到最后 嗯 其实男嘉宾 你上场的时候 我就有注意到你的眼神 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新女生是四号 西梦 什么叫没猜错 你们分明都看到了 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有观察到 嗯 从一开始 我就为你留牌 留到现在 嗯 包括你上场的 每一个举动 说的每一句话 在这个百里舞台上 一直想找一个 比较有演员的男生 从你上场的第一课起 就是让我有突然那种 小路让撞的感觉 很少见到男生 会有那么心动 那么紧张的感觉 嗯 你们俩现在说悄悄话 你怎么回答 你非常漂亮 也非常优雅 但是我想去坚持一下 我自己所坚持的一个目标 所以对不起 拒绝云真 也就是说你想继续坚持 对谢梦的选择 是 对不起 尤其谢梦 好 谢梦出来了 想对她说什么说吧 呃 其实呢 嗯 我一直就是在节目之前 也一直关注到你 这次得知你到上海来了 我就 然后鼓足了勇气 到这边来 可以认识你 谢梦 我觉得很奇怪 自从我再次回到节目之后 我心态发生变化了 以前真的是想着自己的结局有多好 可是最后我觉得是很惨的 现在反而更多的 我觉得看见其他的女家 跟兵跟男嘉宾互动 表白我就是特别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特别的为他们高兴 可是反而到了自己这里 就有点往后退了 嗯 就像你一上来你就说 你会爱一个爱你的人 可是虽然 嗯 我觉得是你长得很像张东健 也很帅 可我真的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所以 虽然我今天拒绝了你 但是 知道男嘉宾你真的是一个好人 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用来发好人卡 你怎么还是没改这个毛病 不是以前是叶子发的 嗯 我觉得如果我有心意的男生 我一定会很主动地去争取 我不会怕 但是我不希望别人为我付出太多 最后我却不能回报什么 压力很大的 其实这个结局 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了 嗯 只是还想再表述一下对不对 只是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嘛 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对 跟谢萌握握手吧 谢谢 谢谢 就像张爱玲小说一样 爱情没有完美的 我会持之以恒追求我的梦 有一种疑问挺帅的一个小伙子 看上去应该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 同事们对她的介绍也是一个销售冠军 自己也是一个这么优秀品牌的销售顾问 为什么在跟女孩子交流的时候 会让我们觉得有这么大的障碍 因为她还没有学会销售她自己 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见到她